尽管一般来说电动车的售价目前依旧是普遍高于燃油车 但是却没有因此阻挡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汽油转电的意愿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欧洲美国今年1月份到10月份的电动车市占率再创新高 在欧洲每10辆新车当中就有超过一辆是电动车 尽管整体数量任何燃油车油端不小的差距 但电动车在全球所欢迎的程度和市场上的销售占比 近年确实不断攀升 以美国为例 2020年1月至10月电动车仅占整体新车销量比例的1.7% 但2021年1月至10月的电动车占比就提升到了2.9% 2022年1月至10月的占比更进一步跃升到5.1% 随着更多纯电休旅 纯电皮卡之类的将陆续上市 可预期2023年纯电车占比飙升的趋势仍会持续发生 至于欧洲市场的电动车普及速度 又比美国更快 而欧洲市场的成长又会高于美国 原因在于欧洲有着更多的电动车产品可选择 而且充电基础建设也比美国更加普及 中天中望 正立报道